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进入观察门 国土庄严的第七种 触功德成就 同学们看这首寄宋 宝性功德炒 柔软左右弦 处者生圣乐 过家战领陀 这是这首寄宋 谭兰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是第七种 触 底下 谭兰大师在解释 此四句名 庄严 触功德成就 触就是接触 你看前面 有形象功德 视功德 妙设功德 这个有身体的接触 前面有眼根 这个是讲身体的接触 后面还有声音 耳根 都是给我们介绍 到了极乐世界 环境的庄严 那么在卷上 大家看 谭兰大师给我们解释 首先从菩萨为什么起此庄严 为什么发这个心 它一定有一个因缘 菩萨发悲心 使得见到众生的苦恼 所以你看每一段解释 先解释 见有国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菩萨发起悲心 事故怨言 同学们再看这一段解释 还是这个 佛本何故其此庄严 佛为什么成就一个国土 要庄严触功德呢 建有国土 虽宝重金玉 不得为依福 真完明镜 无异于扶具 诗缘月于墓 不便于深野 深眼二情 起伏矛盾乎 是故怨言 使我国土 仁天 六情 何于随辱 逐去楚月之劳 所以七宝柔软 月目便深 看这一段 建有国土啊 大多都是说我们这个说破世界 所以同学们 你看我们刚才 这个传灯的仪式 我们年轻时的同学很热情 每周开始讲都有节目 唱歌 今天又唱歌又传灯 在观经里面 散导大师的注解 这个传灯呢 我们这个手就代表信心 以信心之手持智慧之具 这个灯啊 就代表佛的智慧 我们刚才每个同学都手里拿着灯来供佛 这个手就代表信心 你没有信心呢 这灯就拿不起来 有信心持灯供佛 供佛就是我们要与佛相应的光明 那同学们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你看首先就建有国土 就看我们这个世界 每一个庄严观察的时候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欠缺 你比如说虚伪啊 轮转啊 可破坏啊 这个就前面的难行的 难行到的 外道向善 乱菩萨法 你没有光明 智慧眼 你看不出来 所以人的这个知见很重要 佛告诉你了 你理解不了啊 那这个信心就很重要 佛的境界跟我们讲了 有的时候我们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怎么办呢 理解不了就相信 相信呢 就信心之手来持佛的功德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啊 你看它慢慢地给我们显示 我们这个世界的难行 易堕 容易堕落 那么在这个观察当中 你慢慢慢慢地 不知不觉地 你这个往生净土的心呢 它就给你启发出来 所以你看贪婪大师解释的话语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要仔细玩味 你不光是观察极乐世界 你也在观察我们现前的这个境界 你看穿了之后啊 你就看淡了 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你就不会太认真了 认真的轻一点 日子就好过一点 得过且过 很多事情就不那么较真了 我们累在什么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讲 建有国土 虽保重金玉 不得为衣服 有很多宝贝 黄金啊 白玉啊 能做衣服穿吗 取一小块 挂在身上某个地方还可以 要整件衣服都是黄金 都是白玉的 那就不好穿了 首先它很重 你穿上黄金的衣服 那是穿盔甲似的 你一进这个房间 大家都看你 哗啦哗啦哗啦 进来了 你要穿浑身衣服都是白玉的 穿起来也够凉的 在冷气房啊 在什么也很辛苦 所以它可以取那么一块 挂在身上 挂在手上 挂在手腕上 戴在头上 那装饰还可以 把它作为衣服啊 就不好 不舒服了 真完明镜 无异于福具 福具就是我们这个 铺桌子 铺床子 等等等等 它就 这个诗缘月于木 不便于深夜 眼睛看了好看呢 但是对身体来讲 就有压力 所以同学们 你看 深眼二情 起伏矛盾 其实同学们 你仔细观察 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你满足了眼睛 就伤害了身体 我告诉大家 最明显的 我们最明显的 我们最愿意满足的是什么 我们最愿意满足的是嘴巴 舌头吃什么好吃 就吃啊 我也不管肠胃 能不能消化 我爱吃 结果身体就 就会有反应 吃多了甜的 血糖高 吃多了咸的 血压高 吃多了油的 胆固醇高 你照顾了舌头 就照顾不了身体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 你不用跟别人去矛盾 我们自己跟自己就矛盾 你照顾了眼睛 身体受不了 照顾了身体 可能其他这个又受不了 心情又受不了 身体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内心的良心又受不了 全是矛盾的 那阿弥陀佛看到之后就发愿了 事故怨言 使我国土人天 六情何于随辱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眼耳鼻舌身意 和和的 他不会互相矛盾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衣服 同学们去读 量寿经 它可以是黄金的 也可以是种种质料的 穿在身上呢 不会很难过 黄金很好看 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也好看 穿在身上就不舒服 你喜欢穿黄金的衣服 还是喜欢穿现在的衣服 黄金的衣服穿上就不舒服了 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太贫穷 你到一些治安不好的地方 你要穿个黄金的衣服 命都没有了 不是对身体不舒服了 连命都没有了 我听说有一些地区 有的人戴着这个手链 是黄金的 结果一戴完了 链子没有了 手也没有了 抢这个链子的人 就把你手砍断 然后把那个链子拿走 这还不错呢 有的连命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 很麻烦的一个世界 举个例子 足去楚越之牢 楚国跟越国 以前就是敌对的两个国家 那你在中间呢 你要是对楚国好啊 越国生烦恼 你要对越国好啊 楚国生烦恼 同学们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遇没遇到这种情况 老张跟老李关系不好 我夹在中间 那你要对老李好啊 老张生气 你要对老张好啊 老李烦恼 你要对他俩都不好啊 他俩一块生气 对他俩都好啊 分得不均匀 也生气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前也不是 后也不是 尤其你要在工作岗位 你两个长官起烦恼了 对立了 我们说哎呀 麻烦了 我们下面的人呢 做事就不好做了 其实家庭也是这样 你有兄弟姐妹 假如兄弟姐妹之间 对立了 父母难过不难过 哪个都是自己生的 对哪个不好啊 对哪个讨厌呢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所以同学们 不光学佛的念经啊 不学佛的也念经啊 我们这个经好念呢 我们多念好念的经 不好念的经 就慢慢调过来了 你不念佛经 你就要念难念的经 你在家里面念吧 念不出头啊 现在我们念了往生论作啊 家里可能还有难念的经 没关系了 难念的经念不了多久了 佛力会加持我 假如你不念净土经典呢 那你家里这个经念不完 今生念完了 来生接着念 后世接着念 没完没了 所以这部往生论作 是帮助我们超越的 观比世界像 胜过山界道 不光人间 天上我们也要把它超越 这是佛帮助我们超越 足去处越之劳 所以七宝柔软 月木变深夜 这个同学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但是不太容易想象 我们这个世间的黄金呢 前面讲了 跟极乐世界的黄金比 那个差太多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呢 碰到以后啊 身体接触以后啊 它都是能让你开悟的 这个地方讲 生圣乐 处者 生圣乐 底下我们看 什么叫生圣乐 首先 谭乱大师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 加瞻灵陀 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一个名词 加瞻灵陀者 天足柔软草明也 处之者 能生乐寿 故以为欲 我们就知道这个加瞻灵陀是一种草 这个草很柔软 摸起来啊 很舒服 这种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草 我们这个世间的草 大家摸一摸 有的很舒服 有的不舒服 有的很扎人 有的草摸起来啊 还挺舒服 有的草上全是刺 摸了手上都是刺 有的时候 同学们 你穿个裤子 在这个草地里走 走了一圈 你看裤子沾了很多 带刺的东西 但是这个加瞻灵陀呢 它是古任度时头 一个柔软草的名字 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好 这个地方是举比喻 住者言 此间土石草木各有定体 一者和原木彼宝为草野 当以其蓝荣荣鸟 故以草木之耳 因为它柔软 因为它风吹啊 或者手碰啊 眼睛看着 也很舒服 手去摸着它 也很舒服 眼睛跟身体啊 都接触之后啊 都舒服 不矛盾 所以它用这个草呢 来来来做比喻 鱼若参意 当有别途 鱼就是 谈鸾大师自称 就假如我去翻译呢 可能谈鸾大师就不拿这个草 来做比喻 草 可能我们一听到草啊 好像都太贬低了 你看我们中国有个歌 我是一只小小草 那就 这个草就让人看不起了 我是一棵大树 这还挺 魁梧 庄严 我们你看一讽刺某人呢 四月里地潮啊 随风倒啊 说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信仰 风望东吹 他就望东走 望西吹 他就望西跑 没有定功 没有一个专注的目标 所以容易让人误会 那么谈鸾大师这个地方讲 也是让我们不要看到草的不好 这个地方形容他柔软左右旋呢 是形容他柔软接触之后的感受 来比喻 下面解释 生胜乐者 处家瞻临陀 生染着乐 你出这个草啊 很舒服 但舒服的同时呢 你就被染着了 处比软宝 生乏喜乐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什么叫圣乐 圣乐就是他不染着 他生乏喜 所以同学们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乐呀 一般都是受染着 同学们你看 我 我昨天在我们新加坡 有一个 有一个素食的面摊 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 哇 他又开了一家 在圣港又开了一家 昨天开张 我去了 他为什么又开了一家呀 就是他做太好吃了 这边 离我们附近有一家 圣港又开一家 听说淡边泥还有一家 越开越多 为什么 染着乐 吃完一遍 第二天又去了 为什么呢 太好吃了 第三天又去了 我去的次数太多了 老板都认识我了 他一开张了 昨天我去 他圣港的一家 新开张 我去了 他 他一开张 不到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就来了 这声明了什么呢 就是染着 你吃了之后 还想吃 还想吃 就染着了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 他不染着 他处什么 都是发喜充满 你不会说到那个地方 我们学往生论住了 你到极乐世界 就找草 去摸去 不庄严了 他的楼你碰到也舒服 树碰到也舒服 你身体接触 耳朵听音声 眼睛看到 这告诉你 接触的所有的 你都会生圣乐 所以这二十九种庄严 都是互相贯穿的 都是广大无际的 都是清净的 都是究竟如虚空 广大无边际的 都是正道大慈悲 出师善根生的 所以前面的清净功德 量功德 性功德贯穿在 每一个庄严当中 所以同学们 你不像我们这个世间 我们凡夫 为什么有很多毛病习气 有的人就 有一些习气 喜欢抽烟的 有烟瘾染灼 喜欢喝酒的 有酒瘾染灼 你喜欢什么 一染灼了 他就 有的时候 你这个瘾太大了 亲情都没有 或者人都不正常了 可以出卖亲情 出卖友情 什么都出卖 就是因为这个瘾太大 我们这个世间最可怕的 毒瘾 毒就是吸毒 因为吸毒没有钱了 然后再去 可能身败名裂 甚至家庭 社会都受影响 这个就是染灼乐 一个人被染灼了 能被染一大片 还有传染 你看现在有一些 病毒传染 也很可怕 所以同学们 你从这个地方 你回观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多吓人了 现在你看到一个蚊子 在你眼前飞 什么心情 我在国内 看到一个蚊子 在眼前飞 无动于衷 但是最近听新闻 有赛卡 这是什么磁卡 这是什么卡 你蚊子一飞过来 这个好像比一个 这好像中毒的东西 害怕呀 有时候不用蚊子飞 你一听完新闻都害怕 有些树多的地方 不要去了 这蚊子太吓人了 要命啊 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打点滴 在我们新加坡开张 为什么呢 被新加坡的蚊子 咬了一口 2004年的时候 蚊子咬了我一口 我就倒下了 这蚊子这么厉害 我以为我感冒了呢 出去跑步 跑了一身汗 好了 第二天又不行了 走路的时候 明明那是门 怎么走到墙那边去了 人头就创墙上去了 到了医院 也坐上轮椅了 这从来没坐过呀 这说明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 小小的蚊子 小小的蚊子 同学们 不光破坏你的身体 它可能损害到你整个国家的经济 你一听说 这个新闻一波 新加坡有什么卡 很多人就先不去了 过的卡没有了 再来 所以你这个旅游的 什么方面 它就涉及到很多 一连带的问题太多了 旅游的人来 来的少了 那很多人的行业 生意就做不下去 可能就破产了 然后连带的 一大堆的事情 就是一个小小蚊子 现在就可以破坏世界 同学们 你看看我们这个世间 多么脆弱 那人和人的感情呢 可能也会因为 小小的误会被破坏 或者朋友的友情 哎呀 我们这个世间呢 染着 被破坏 轮回 哎呀 你看看 看看 还是往生好 这个世间呢 能够真不容易 所以有缘分呢 要珍惜 我们现在 这缘分是最好的缘分 是阿弥陀佛 加持我们的聚会 我们通过这个观察门 能够生气 自然发起 愿望生气 这后面还有一段 二世相悬 非圣如何 世故言 宝性功德草 柔软左右悬 处者生圣乐 国家战临陀 这个 跟我们说破世界比 悬殊太大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很多烦恼啊 都是这个 你仔细观察 全是这些东西带来的 人为什么会忘恩负义 可能就是这个 染着乐 带来的 为了这个染着乐 真的是我们出卖太多的良心了 我不是说大家 我也在其中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时的快乐 怎么样啊 可能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疏忽掉了 世界明文立扬 五一六成的这种染着乐 你一染上 所以同学们啊 有比那个磁卡更吓人的病毒啊 那染了最多是身体大脑受点伤害 我们这个染着你不处 你不处理三界 它就带着你在三界里面 受无量无边的苦恼 所以念佛非常重要 这个是处功德 这个处啊 我们很多世间人都是染着的 阿弥陀佛看到了 所以我们念佛啊 佛也慢慢的消我们的灾 潜移默化的 让你对这个染着呀 或者给你转化了 或者给你减轻 我有一个师兄弟 他就跟我讲 他来寺院出家的时候 走到大门口 他在那个地方不进去了 为什么呢 他就心里想 我想出家 但是 他都得揣了一包烟 但是这个烟好像寄不了 然后他在寺院门口啊 进到寺院里面之后 他第一个去的不是大雄宝殿 不是去拜佛 一进寺院门口就拐了 拐到什么地方啊 卫生间 到卫生间里面把烟点上 裹呀 时间抽啊 这以后就不抽了 要出家了再抽不好看 以后是上香 不是上烟了 在卫生间里抽抽抽 抽完了这一包烟 往卫生间里一扔 马桶一冲 出家了 烟烟就没了 我一看 他说 哎呦 他说这个 到寺庙里面 他说是有福利加持 在家的时候戒烟 戒了好几次 又捡起来了 戒了又捡起来了 这回一出家 一猛力 佛的一加持 再也不捡起来了 到现在了 快二十年了 看也没碰过烟 所以他有福利加持 所以同学们 我们平时啊 你有些毛病习气啊 这个凡夫难免都有一点 不好的嗜好 多念佛 佛力会加持 你慢慢回避掉 避免掉 你说我这辈子 可能都够呛了 那阿弥陀佛 给你接到极乐世界 他自然就没了 那是一个光明 正道大慈悲的世界 这些东西都自然化解 所以你看这个环境 就知道了 到那个时候 你不会有这个炎炎 我没看到哪个菩萨 他还抽烟的 在极乐世界 到我们这个世间呢 他可能要 随缘度众生啊 有的时候要视线 这个都是 那倒是 成愿再来了 就不怕 那一切都是视线 经营众生 不会染灼 我们现在就是会染灼 同学们再看 下面第八 三种事 这三种事啊 就是水 地 还有虚空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先观察水 宝花千万种 迷父持流泉 微风 洞花叶 交错 光乱转 此四句名 庄严 水 功德成就 在西方极乐世界 水的庄严 水啊 大家都熟悉 我们生活当中 都离不开水 大家看看 极乐世界的水 是怎么庄严 佛本何故 其此愿 见有国土 或云逆红涛 子墨惊人 或宁思辖蟹 处家怀特 相悟安悦之情 备有孔直之律 先讲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见有国土 或云逆红涛 就是我们所谓的 惊涛海浪 大家到海边呢 你风浪大的时候 你到海边 到一些风浪大地方 你看恐怖啊 有的时候 同学们 你看电视 看到那个深海 那个海洋 那个船在里面 就像火柴河一样 说拍就给你拍碎了 那个真的恐怖啊 我有一次是授戒 出家授戒 我在潮州授戒 然后到上海 从上海坐船到大连 我第一次坐船 去体验体验 到晚上的时候 我就到甲板上 那是恐怖啊 一片黑啊 看不到边啊 看不到岸 然后往下看 这个水 海水啊 那个时候是冬天 很凉啊 那个时候 我想 谁要在后面 给我抱 扔下去 我就完了 那海 黑乎乎的 看不到底 一片 往旁边 往周围看 全是黑暗的 然后那个声音 也是很恐怖的 那个时候 你就自然有恐惧心 这要是谁 给我扔下去 你喊救命 都听不到啊 那还没有什么风浪 假如你遇到 大风大浪 那更吓人 我们有一个 同餐道友 去海里放生 吓到了 他去放生那天 正好起浪 那浪能有几米 拍在船上 他放生 还捡逃命回来 好像把自己 也放生了 回来就讲 这个吓人了 这个同学们 我们自己 不要亲身经历 你有时候 看看电视 海啸什么的 你看看 哇 这个水不装严 这很凶猛 紫墨惊人 紫墨惊人 紫就是这个水里面 还有一些 杂质的东西 或宁是 辖蟹 处加怀特 这个词啊 我都是现查字典的 我也不认识 这字 很少用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你看 像这个南北极的冰 融化了 它飘在海里面 你看着它很小啊 其实它底下很大 它来过来 飘过来了 你这个船一撞上 大家看没看过 泰坦尼克号 那个电影 那个船很大 它跟那个冰山比 很小 两个冰山飘过来 一挤 就给你挤碎掉 所以我们认为的 很大的轮存 很结实的 我们认为很结实 其实跟大自然比 很脆弱 我们人的命也很脆弱 前两天 我在晚上看到一个 911那个大楼的 实况视频 我就看到那个大楼 被撞了以后 上面有人往下跳 那个尸体很小很小 人命真脆弱 相无安悦之情 相就是你面向 这个水的时候 它要你不安心 它要你不喜悦 我们也看到哪个人 看到海啸来了 股掌欢喜 没看到那么样的 都吓得都不得了 安悦之情 被有恐直之律 你背向它呢 你有惊恐 你害怕遇到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 水吓人 所以有的时候 遇到水的时候 你看水火盗贼 这都很害怕 都很恐怖的 那菩萨见齿 行大悲心 到阿弥陀佛的世界 那个水没有这个东西 愿我成佛 所有流泉迟早 与宫殿相秤 跟你这个住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呢 相应秤 种种宝化 不为水事 水上面都是宝化 不像我们的水上面 都是冰啊 什么都危险 漂的都是漂浮物 大家在海上 你遇到那个海泽 我不知道新加坡叫什么 那个海泽那个东西 要是你游泳的时候 遇到它 它能把人遮死 所以这个 叫水什么 叫水母 那遮一下 它能把人遮死 有一次 有一个人给我 做这个水母 养我吃 他说法是树的 我说这哪是树的 这还遮人呢 他认为是海里像海带一样 其实我知道这不是树的 在这个水里面的漂浮物 也很吓人 西方极乐世界呢 都是宝化 应发有序 开神月体 开神月体 就是你到里面泡一泡 什么病都没有 你看《弥陀经》里面讲的 七宝池 八宫得水 你要有一瓶 八宫得水 哎呀 那就不得了 你有什么病 喝下去 它长养猪根 你说你是老花眼 来 我给你点一滴 变成天眼通 我说耳朵背 听不到 给你点一滴 听耳通 可惜我没有 我们这个世间水 这效果没这么好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 七宝池 八宫得水 你到那个地方 不可能有病 就无一不可 事故言 宝化千万种 弥附持流泉 微风 洞花叶 交错 光乱转 这只是略说 极乐世界水的功德 我跟大家呢 都是简略的介绍 同学们明白 大概意思呢 你回家自己去 假如你在家 你说你没有什么生活压力 在家里边 不知道闲着干什么 你就把往生论拿出来 你比如说观察水的功德 那你就把净土三经拿出来 凡是讲极乐世界水功德的经文 你都给它揭露出来 然后看看 好好看 我这一天就看 极乐世界水怎么好 讲极乐世界楼阁 把净土三经拿出来 关于极乐世界房子什么样 好好看 然后看祖师的解释 然后你再回观看看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你观察久了 你就开智慧 你比一般人就有智慧 观察门就对着我们的智慧 观察就开智慧 你从这个水上 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世间多么恐怖 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不恐怖的 水恐怖 火恐怖不恐怖 恐怖你还不能离开它 水恐怖 明天我把水掐了 掐了很快就走了 你还要喝水 电恐怖不恐怖 恐怖不恐怖 恐怖好 明天关电 关电我们更恐怖 电视也看不了了 我的奖金也没有麦克风了 大家就摸黑了 它恐怖你还不能离开它 我们要天天跟恐怖在一块过着 不能离开 离开更恐怖 你说我们恐怖不恐怖 人恐怖不恐怖 大家都知道人恐怖 恐怖 那外边人恐怖 家里人恐怖不恐怖 恐怖也恐怖 这个世界就是恐怖世界 我们看这世间 我们这个世间还有恐怖分子 那是明显的恐怖分子 那是发狂了 没有理由去害人 我们世间人呢 我们有时候一发脾气 也很恐怖 家里人 大家回家试一试 假如你一家人 有一个人脸拿了着 往下一放 全家人都不会高兴 以下的全家人的心情 都会受影响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影响家庭气氛 所以大家要尝欢喜 尝笑 笑面迎人 你尝尝笑啊 嘴角往上跳啊 你的缘分就好 不仅你试一试 你天天撇嘴 看到什么人都撇嘴 生意也不好 人员也不好 净倒霉 什么运气氏 都跟你没关系 你不通 你不走运 你天天笑 笑 遇到倒霉事也笑 笑一笑都不倒霉了 那倒霉事都看 你太高兴了 不跟你在一块 你说我们刚才 供灯都供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天天笑 他不倒霉 倒霉的人 遇到他都不倒霉了 我看到那司马路 弥勒菩萨 让人磨成那样 还笑呢 同学们 你去站在那 挨个来摸你 你看你能笑出来吗 摸完头 摸耳朵 摸肚皮 摸完他还在那笑 大家走过去 你能开悟啊 那就是佛菩萨啊 我们被人耍 被人欺负了 被人怎么样了 称恨的不得了 你看佛菩萨 一直笑 所以他佩服 那才叫 眼睛做菩萨 我们做凡夫 他是有原因的 所以这个是观察谁 同学们再看底下 底下就是 观察极乐世界的地 上面有小课题 宫殿住楼阁 管十方无碍 杂树一光射 宝兰便围绕 这一点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楼设计的很好 我坐飞机下来的时候 看新加坡真的是设计的 庄严 这个组屋啊 看着牌子的整齐 总是新兴的 好像三年五年就刷下 刷下油漆 我到有一些国家 那个房子像着个火似的 很多年也不刷了 所以市容啊 我们新加坡确实是 全世界能排得上 到了这个环境就很舒服 但是极乐世界更舒服 你看极乐世界 此事据名庄严 佛本何故 起此庄严 见有国土 骄饶 俊岭 枯木 横沉 作恶 行林 烧 毛 迎贺 茫茫 沧海 为绝目之船 蓝蓝 广泽 为 无中 之所 同学们读这个话 心里都不舒服 第一个不舒服 就是我这个字都不认识 我今天还要查了半天 你看这累不累 骄饶 俊岭 就是高山绝壁 悬崖 同学们你去 中国你去攀登 攀登高山 年纪大的都攀不起 年纪轻的上去 你看害怕不害怕 悬崖 绝壁 枯木横沉 有些地方你看得特别荒凉 同学们看看那个 世界这个 这方面的片子 你看一看 有些地方多么吓人 野兽 猛兽 森林里面的枯木 还有作恶行林 这个里面底下都有小字 大家看 底下都有小字 身骨啊 山茂 山翘茂啊 生牙啊 等等等等 还有烧毛 烧就是恶草 毛就是到多草 不可行 走路啊 什么不方便 迎鹤鹤可能就是 坑啊 沟啊 山剑啊 还有茫茫沧海 为掘木之川 你望大海 你看不到边 栏栏广泽 为无中之所 像沙漠啊 沼泽啊 我小的时候 看到一个电影 可能同学们都看过 这连续剧 叫这里黎明 静悄悄 大家看没看过 我小时候看的老片子 那有一个苏联军人呢 女兵啊 回去报信 她遇到遇到敌人了 回去报信 遇到这个沼泽 走一走掉下去 那人慢慢慢慢就陷进去了 陷在那个泥潭里 出不来了 陷人就陷进去 你越挣扎 陷得越快 所以这都是要命的地方 我小时候看到之后啊 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害怕 这个沼泽啊 沙漠啊 还有这个茫茫沧海 这个地多吓人 菩萨见齿心大悲愿 愿我国土 下面讲极乐世界了 地平如长 极乐世界大地平不平啊 大家看你手长平吗 也不算太平吧 地平如长 就不要太平 跟长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手长都软弱的 你看踩上去 宫殿楼阁静纳十方 西方极乐世界的房子很好 它大 你看静纳十方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房子里面呢 你看景色不是看一方面 十方 同学们你住的房子很好 就是你观察的环境 你去看 你说你要买一个房子 你去看 哎呀我这个房子冲南啊 冲北啊 冲西啊 还冲东啊 你要找一个 我的房子面前 那个景色怎么样啊 景色不错 买下了 买完之后 你房前面又盖一个房子 把景色挡住了 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有这种情况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在房子里面 不用按电视 你随时往哪个墙上一看 你说我想看新加坡 新加坡就出来了 我想回头看看我娑婆世界 我以前生活的环境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哇就看到了 原来你看到 哎呦我邻居也念佛了 那过两天我跟阿弥陀佛一块接他 你都能看得很清楚 或者你生生世世 有缘的人呢 你在房子里面就都看到 就观十方无碍 敌无所属 亦非不属 这两句都挺有意思 敌无所属啊 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 但是呢 也是属于哪一个人的 这个有意思了 同学们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就不这样 多大牌多少号 多少多少号 就是老李家 就绝对不是老张家 多少号就是老李家 就不是老马家 就个人有个人的房子 而且我们还要有房产证啊 没有房产证 这房子就不安心啊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归谁的 房子都是大家用的 你用也是你的 你不用呢 别人也可以用 这个要是落实在我们这个世间 就乱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世间的人呢 这个素质还不够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那个素质高 所以大家可以共用 我们这个世间呢 这个房子就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 可能父母走了 还要征 征成是我的 可能兄弟姐妹啊 父母一走了 可能还要征房产 征财产 家庭好的呢 环境好的 可能不会征 顶多是分 我看到很多人呢 父母太富裕了 一走了 儿女就上法庭去 征去了 这父母看到了 多多难过 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有这些痴情 敌无所属 亦非不属 这个很好 这个境界呢 让人接触之后安心 宝树 宝兰 互为应事 这个我们就说 他排的整齐 庄严 事故言 宫殿 住楼阁 管十方无碍 杂树 亦光射 宝兰 便围绕 这西方极乐世界 地的庄严 同学们看 《观无量收复经》 他为什么说十方呢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大地是透明的 你能看到地下 地底下是什么 琉璃啊 什么柱子啊 在撑着 很庄严 我们再往下看 虚空 无量宝交落 罗网便虚空 种种灵发响 宣徒妙发印 此事据名 庄严虚空功德成就 佛本何故 其此庄严 建有国土 烟云尘雾 大家这个比较熟悉吧 你看印尼一烧巴了 我们这边就知道了 什么叫烟云尘雾 去年我到印尼啊 戴个口罩啊 不戴口罩不行啊 因为一看 哇 原来都看不到对面了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世间有空气污染 叫避障太虚 所以讲到我们建有国土的时候 同学们都非常熟悉 因为我们天天的接触这个境界 正列 陈 祸 这个地方叫陈霸 但有个书叫印尼是陈祸 这个没关系 前天晚上好像 大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被雷惊醒 那个雷声真的是很大呀 新加坡的雷 我是领教了 披中国的响 晚上那一打了之后 我正 那时候正在做梦 一下给我打醒了 其实有的时候已经醒了 他要接近早晨了 他打雷 吓一跳 正安静的时候 突然间 这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 你看中国古人 太阳感应片上讲 晚上外面要是暴风大雷 他起来赶快穿袍大衣 祈祷 因为这个天空就告诉你 有一些不好的预兆 你看上面写 从上而多 不想 灾迷 美智空来 忧虑百端 为之谋数 有时候这个大雷 大的闪电 下来之后让人心 恐慌 那我们现在同学们 你遇到这个境界 你肯定自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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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 你看过去 有时候看一些老人的 遇到极事 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现在想到 我小时候 我的祖母 从来不知道 我祖母是学佛的 外祖母 遇到极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保佑 阿弥陀佛 保佑 他已经变成我们 华人的一个文化了 他信不信 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什么净土宗 可能知道有佛 可能小时候 老人就是这个习惯 一打雷 一下雨了 或者一有灾难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家里面又急事了 就念佛 佛力保佑 佛力加持 忧虑百端 为之毛素 同学们还差一点呢 你要有事情的人 就会忧虑百端 刚才我来之前下雨 装联石就想 哎呀 同学们来听经 下雨啊 你看 这就有忧虑啊 我们因为会担心一些事情 同学们 我们这样 你知道农民更吓人啊 农民一看 哎呦 我的柿子怎么办 哎呦 我的种子什么怎么办 这一大雨一下来之后啊 你看我们没什么感觉 农民感觉可敏感 因为他要靠天 老天爷吃饭的 他这个种子刚开花 准备要结果了 一场大雨 可能就全部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忧虑百端呢 农民比我们还要敏感 你比如说某人 明天要结婚了 哇 明天一看 哇 天气一暴 明天大雷震雨 哇 他就忧虑百端了 那个不结婚的就没感觉 因为你明天没有事情嘛 所以同学们 有的时候我们靠老天爷 需要老天爷帮忙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个吓人啊 不祥之灾灾迷 美智空来 很多事情你计划的好好的 突然间来这个事情 就说破世界 想成就一些事情 非常的不容易 你以为我们有时候想想 好像很多语言 好像很容易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有一样事情错过了 它都会有影响 同学们我们这个人生 可能哪一个时段 你稍微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 一个举动 有问题了 你后半的命运 就全部被破坏了 所以同学们 要念佛呀 佛力加持啊 我二十四 二十三岁的时候 一个念头 稍微一松动 我现在就不是这个形象了 可能就不出家了 可能就走到另外一条道 等到另外一条道 那个命运就不一样了 可能就不是 劝大家念阿弥陀佛了 可能做什么生意去了 劝大家去买什么 做什么 那以后的命运 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命运是什么呢 继续轮回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是什么突然间 佛力一加持就出家了 可能你过了那个时段 都不一定能出家了 我出家前大概两三个月 遇到一个 一个学佛人 他好像有点神通 我母亲带我到他家里做客 他就说 哎呀 告诉我母亲 你儿子出家的命啊 哎呀 我是很有礼貌啊 我是没说什么 我心里说了 你才出家命啊 那时候我认为出家 那当和尚是干什么的 我学佛可以 不能当和尚 没有印象 对出家人印象 不说好印象 但是也没有 没有什么坏印象 但是也没有 什么太好的印象 出家人就见过唐僧 和少林寺的几个 还是看电影 但是过几个月呢 你就自然就发心了 奇怪 你当你发心出家的时候 一回头想 哇 这个人有点吓得 当时我是一点都不会 你要让我出家 我感觉是 好像很不好 所以人呢 有时候有佛力加持 所以同学们你多念佛 可能你有时候发个脾气 你觉得不好 可能是 那个时候不发脾气 就没有后面的好事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念佛 佛力加持 我们的烦恼会变成菩提 有些事情 你起烦恼 还让你跑到正道上来 大家别听错意思 我不是鼓励大家起烦恼 就是我们念佛 它有佛力在引导我们 有些事情我们会觉得不舒服 你当你走不正道的时候 走邪道的时候 或者是错路的时候 你会感觉有一种力量 不舒服 让你回避开 我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很多次 我出家之后 我死了好几次 都没死了 那有一次 是 寺院里面做功课 我坐在这个床上 底下打板 我就不想下去 因为太辛苦了 那个时候在舞台山 一天的功课 念个没完呢 早课两个多小时 要念到天亮 为什么呢 天不亮 不能吃饭 过午不时 不出明相 不能吃饭 因为过午不时 所以头一天晚上不吃 就饿 第二天早上 做早课 做两个小时 天还不亮 拜的是阿弥陀佛 想的是天快亮 为什么 饿 那个时候 我到灾堂 我才知道 为什么 佛门里面 吃饭是堂功课 吃饭的时候 你要 要念 供养 然后 有行堂的 我那个时候 就忍不住了 因为年轻 饿得受不了 我一坐那 我就不是这样 我就看 这怎么 怎么还不发饭呢 要行堂 粥来了 盛一碗 几下吃完了 碗又拿了去了 为什么 昨天饿到了 所以到我们这个时代 有时候我们年轻 那个时候 心没那么清净 天天还干活 然后又过午不时 不吃吧 吃吧 就没面子 人家都不吃 我偷吃 不好意思 很多法师都出家多年 心清净 我是刚出家 晚上不是念佛 是想吃 饿 第二天做早课 前一个小时还可以 越往后 天越靠亮的时候 心越慌 拜下去 还不打板 快吃饭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世间 那个修行不容易 那种种困难 所以那时候我就体会到末法时期 我们的末法时期的人 这个心力也没那么大了 佛给我们的 一些戒律 正法时期 我们现在承受不起了 所以到末法时期 我们要靠佛力加持 走一心道 一心念佛 念佛 你心清净啊 你可以晚上少吃 再清净 可以不吃 那个最好 晚上可以 肠胃休息 睡眠啊 各个方面都有好处 这看个人的发心 个人的体质 所以同学们 这个佛力加持很重要 大家看 菩萨见此心大悲心 愿我国土 宝网交落 罗遍虚空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虚空啊 它的空气是清新的 而且有保网 在空中自然漂浮 用不到像我们这个 还要支撑啊 还要绑在什么地方 这个有佛力加持 灵夺功伤 明轩道法 这空中有声音 它这个声音 不是打雷闪电的声音 它这个是讲法的声音 美妙的音声 所以空中传来之后啊 我们听了之后啊 它是讲法的声音 所以你听了之后会开悟 就视之无焰 怀道见德 你眼睛看空中这些罗网呢 你不会看得好 看得没有意思了 它的变化 要一直能射受你的眼 怀道见德 能让你在道上 在道德上 在佛的 与佛相应的 知见 功德上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自自然然 不退转于 阿诺多罗 三妙三菩提 你看我们新加坡的牛车水 每次过年呢 中秋节啊 你去看 它要变化 今年是猴年 明年是什么年 它就出来了 它种种要变化 它老不变呢 大家就不爱去 年年都这样 不爱去了 所以要设计 天年年有变化 猴年什么样 阳年什么样 马年什么样 西方极乐世界呢 它是事之无厌 最重要的 它最后还是回归到 怀道见德 事故言 无量宝礁罗 罗网便虚空 种种灵发响 宣徒妙发音 这个水地和虚空啊 就是第八种功德 三种事功德状元 同学们再往下看 第九 雨 雨 实际上这个念玉 玉化衣庄严 无量相谱心 这个玉就是形容 像下雨一样 此二句名 庄严与功德成就 同学们 你看下雨有什么庄严的 刚才我们这就下雨了 我们先看 解释我们这个世界 佛本何故 兴耻庄严 见有国土 欲以服饰不地 宴情所尊 或欲以香花明宝 用表恭敬 而叶品感薄 事事不果 这个原来这个雨啊 不是我们的下雨 这个雨是什么呢 就是你需要什么 天空就往下掉 什么 同学们这个多好 你看首先讲 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欲以服饰不地 宴情所尊 你要请一个尊贵的客人呢 地下要铺上地毯 你看某某人 你去参加某某人婚礼 他地下要铺上 红地毯 请来要什么什么客人呢 他要地下要铺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讲 见有国土 欲以服饰不地 哇 拿衣服铺地 这个够够够 我们还没看到 哪个人拿衣服来 铺来地下来 这个请客 我们这个时代是铺地毯 我在中国去一个寺院 就令我非常感动 他这个寺院在一个小山上 请我们去讲经 我去之后啊 他那个山往下走 有应该有几十个阶梯 他都铺满了红地毯 他离眼看呢 哎呦 好庄严啊 好隆重啊 我上了去 从那个地毯 上到那个寺院 上去才吓我一跳 原来这么个破庙 那个大殿很 都是成就的 简陋的 后来我才发现 当家是为了请我奖金 把寺院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了 买了这么一块地毯 我这感动得不得了 哎呀 没有 我没遇到过这么尊重三宝的 他那个农村的人呢 这山西的一个小寺院 在山上 那农村的人呢 见到法师 哎呀 供养法师 他怎么供养啊 兜里掏出来 几个硬币 他所有就这些 都给我了 同学们 这个钱怎么花 我拿到 这太重了 他那个寺院的 那个功德箱啊 一个月 可能也没有 也没有几块钱 他 听说有法师奖金 他来请我 他的寺院的法师 还特意坐车 到城里面来 听说我在那个城市 到那个城市来找我 请我到他的寺院奖金 我一去太感动了 所以那个寺院 我就年年去 年年去 一年去两趟 现在慢慢慢慢 一讲金呢 一有活动 慢慢带动起来了 当地的学佛人 越来越多了 寺院越见越见 见得也很不错了 有佛力加持 然后跟那个法师一想 一回顾当初 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他感应 为什么这么快 就他那一开始 那片心太诚恳了 他整个寺院的家当 五千块 买了一个地毯 从山下 坡到山上 现在五千块拿出来 对一个寺院来讲 一个人拿五千块 可能都不太吃力 所以他全部家当拿出来了 所以他的几年起 下来寺院就很大了 真的一份真诚 非常难得 你看这个地方 会以香花明宝 用表恭敬 后面这个就是 而夜贫赶薄 世事不过 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发心 做好事 但是我们能力 夜贫 我们的夜贫困 因为造业 所以自己是贫穷的果报 感薄 感应也不是那么明显 为什么呢 我们可能发心 诚心 方方面面 或者信心 不够 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 做佛法的事情 你没有这个眼光 好源在你面前 你抓不住 第一个要有眼光 你要认识 什么是福田 世间人 你看有些人 股票的人 你一说谈到股票 有些人眼睛放光 哪个股票好 我就告诉你 专门知道你买哪个股票 就是指导人 投资 这位同学 你学佛 佛指导你 你往哪里面投资 把你的精神 把你的精力 把你主要的精力 投资到哪个地方 现在大家找没找到 大福田在什么地方 无量寿经里面讲 是福田 受法眼 佛给你指导什么地方 是大福田 就这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大福田 天天张嘴念 所以我有一些供养 我都做这个精美的佛号 供养大家 你看我有这个钥匙串的 我还要再做别的 不断在发现 就供养了佛号 有一个老居士跟我讲 说法师供养佛号非常好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不容易出错 他说印经啊 有时候印错了麻烦了 他好像有一次印什么经 印完了之后一发现 我印错了 印了多少本 你一本一本改 多费金 印佛号就六个字 很好检查 拿 摩 阿弥陀佛 没错 多印 就送出去了 当然印经也鼓励印 但是别印错了 同学们印经啊 最好找一些正规的试验 才流通经典 你自己印呢 有的时候容易 这个排版啊 或者是有错别字 校正啊 出问题了 你印出来就会遇到困难 你看我们这个书印得多好 排版好 该黑体字的黑体字 该分段的分段 该有课题的课题 一看一目了然 所以这个是 在我们这个世间呢 我们 夜贫赶薄 世事不过 我们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做不成呢 大家的福报不够 有的时候想发起一些好事 半道就被破坏了 或者刚开始挺发心 一发展发展变心了 就是夜贫赶薄 大家都富有的话 都没有在这里面 有一些索取的心 争执的心 这个好事就容易持续下去 好事被破坏 就是大家一开始发心不错 做一做做一做 各有所得 各有所争 这坏事 这好事慢慢就被破坏 所以这个语功德 我们就知道了 大家往下看 事故心大悲愿 愿我国土 长欲齿物 满众生意 同学们 这个多方便呢 这回你出门 你不用带钱包了 哎呀 这个多少钱呢 谁伸手 天然掉下来 五块钱呢 掉五块给你 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是掉钱 它不需要钱 我就举这个比喻 就我们这个世间呢 什么事情呢 财务也好 方方面也好 不容易赚来 而且这个事件 越来越危险 我看到新加坡 很多组屋的电梯上 就讲 上面写的 有欺骗电话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在一些地方 还听说 有的人那个手机啊 用了几年了 你把它卖了 你也要注意啊 你这个手机 用了几年 如果里面有一些信息啊 你认为删掉了 但是你卖了那个人呢 他能把你的信息 全部再掉出来 我觉得现在 现在有些盗贼 都不用到你家里去抢了 他可能上网 进你手机里 就把你的什么账号 盗走了 钱就没了 现在这个世间呢 电脑越来越发达 也越来越可怕 可能你存了几十年的财物啊 一不小心呢 都不用遇到人抢 就被人就给转账了 转走了 所以电脑时代啊 方便 也方便贼了 所以这个同学们也要小心 现在还有一些诈骗电话 都要注意 尤其就是 我们学佛啊 都一片善心啊 我们都不设防啊 我有一次就被人骗个精光 那是什么呢 是欠他的 他一开始说 师父我要自杀 他吓唬我 我说你别自杀呀 你为什么要自杀呀 他说我怎么怎么样 我说那你找工作呀 找工作需要钱 我给他一点 过两天他又来了 我还要租房子 我又给他一点 过两天他又来了 他又要什么什么 找了工作要先付多少钱 我又给他多少钱 第四次他来了 我为什么不上当了 因为我没有钱了 然后他就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他有问题 我被骗以后啊 因祸得福 叫破财 免债 我被骗以后 就被人给我救命 就遇到一个贵人 把我的病治好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有病 所以我被骗了 我也没沮丧 被人骗了钱 结果赚回一条命 所以菩萨 当然同学们 不要故意上当 我可不是故意上当 我是真上当 但以后也要注意 被人陷害了也不好 我们佛弟子 还是要有点智慧 我是一个没智慧的人 但是我天天念佛 念佛人是最有智慧 我们在世间被人骗了 顶多算不聪明 我们没有那么多设防 但这个社会污染很厉害 你被骗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以后有人在 你就会有疑虑了 所以这个世间呢 他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 就是与功德庄严 没有成就 阿弥陀佛亚洲一样 每一个人都富裕了 大家就没有盗贼了 为什么有盗贼 有人欺骗 有人陷害呢 会争夺呢 因为大家都穷啊 狼多肉少啊 所以就要争啊 阿弥陀佛看得很清楚 到西方极乐世界 常欲此物满众生意 何故以雨为言 孔取卓云 若长欲花衣 亦应填塞虚空 何缘不防 假如天天下雨 都下这个花 下衣服太多了 也有妨碍 同学们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也是 东西没有啊 穷 太多了 也是妨碍 太多了 你就遭贼 遭人嫉妒 遭人陷害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 祖师以这个为比喻 就是告诉我们 大家往下看 事故以雨为遇 雨适时则无 红涛之患 雨适时 就是你需要的时候 他就下 你不需要的时候 他就没有了 这个同学们多好啊 我们现在 尤其我们华人呢 我们华人有一个 储备的观念 钱财储蓄一点 财务储蓄一点 雨被需要的时候 能拿得出来 那储备啊 有的时候就要操心了 你往哪储备都操心 往银行储蓄啊 利率下降了 往股票的投资啊 他蹦来蹦去的 我们心也蹦来蹦去的 高了我们也蹦 低了我们也蹦 不高不低还蹦 希望他蹦 人就很累 你看那个 我看过一些 炒股票的人 他早上第一眼 看什么 打开电脑 看股票怎么样 晚上睡觉前 还要看股票怎么样 我们一块做佛事 念佛 三十七年 第一时下来休息 他打一趟 股票怎么样 第二时 股票怎么样 他真的是贯穿的是股票 他在细念股票 不在细念弥陀 这样的人我就跟他讲 什么叫细念弥陀 你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 念股票 就是像细念弥陀一样 一睁眼睛先看股票 你哪一天 一睁眼睛先看阿弥陀佛 你干什么事 先念阿弥陀佛 就细念弥陀 你细念股票的时候 你没有拿个念珠 念股票 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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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心里面都是 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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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高了 它低了 牵动你的心 为什么这样 就是我们 叶平赶薄 大家往下看 安乐报 岂有累情之悟乎 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不会让我们操心 累情 就物多累人 你东西多了 累人 同学们 你看你现在 我不知道大家 你看一个小小道场 我们说一个电器就很多 我到一个同学家里 他一把这个电器的说明书 一拿出来这么厚 哎呀 皮大藏经稍微薄一点 冷气的说明书 冰箱的说明书 照相机的说明书 手机的说明书 电视的说明书 电风 所有电器都有说明书 这说明书拿出来之后 你读一遍呢 也得读几年呢 所以同学们 然后你这个电器啊 用有时候用不坏 放会放坏 一个月 像同学们 我们新加坡的冷气 你天天开 在中国有时候冬天不用开 但是你一个月要开一下 让它烧一下 要不然长时间放 不容易放坏 电 有些电器不用了 打开一下 烧一烧 人还要保养它 保养完这个 保养那个 机器太多 现在光一个厨房的机器 就很多 有的时候 我到新加坡这个猫里面 去走一走 里面卖电器的 你看电饭锅 打果汁机 打这个机 还有什么机 里面那个机器太多了 一个厨房里面 就有洗菜机 什么机 什么都是带电器的 整个厨房都是电器 这些机器你要不用的话 放都会放坏 累秦之物 大家往下看 经言 日夜六时 于宝衣 于宝花 宝质柔软 屡见其上 则下是寸 谁举足时 还腹如故 用气入宝地 如水入坎 用完了之后 他自己在地里面 地就没有了 入宝地了 就像那个水流到 那个 渗走了一样 事故言 雨化 衣装颜 无量 相普逊 我们需要什么 这个雨功德 就是告诉我们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需要什么 自然就现前 所以我们 有贪心 都不会起现前 需要他就来 不需要 不需要 他就走了 这种境界 我们同学们 现在是最需要的 你要什么 就来 不要了 他就走 这个是最高境界 可能这种环境 真的让我们 不会去起烦恼 去拼命 我们这个世间人呢 就是在财务上的压力 太大 法轮未转 十轮先 明天没饭吃了 今天没有人来听经 明天我没饭吃了 可能今天也不会来讲经 每天没饭吃的 可能去找饭吃去 所以这个世间呢 很多事情障碍太多 我们观察的时候 对比这个世界 先说这个世界的苦恼 然后因为苦 佛菩萨发悲心 成就极乐世界的乐 这个都是相对讲 等到眷下的 就讲到不可思议处 所以到眷下呢 对这二十九种庄严 还有一次解释 但是就更深入的解释 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呢 先从我们生活 先以预沟前 等到眷下的时候 后令入佛字 所以现在解释呢 就跟我们现实生活 稍微贴近一点 等到眷下的时候 就入佛境界 更深入的体会 极乐世界的 殊胜 引发我们求生净土的心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讲到第九种 与功德 明天我们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